哎呀 她是你女儿 你跟她呕到哪门子气呀 谁跟她呕气了 她说的 她的事不让我管 那我就别管 我干嘛要拿我的热帘 蹭她的冷屁股呀 哎呀 我说说你 你要再说 我连你一起都赶出去 你 接针 小姑 哎呀 别忙了 快坐坐坐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这不还在找吗 哎呀 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还找什么工作呀 干脆把房子给卖了 你还回家 咱俩一块儿过 哎呦 照我说 你们两个已经离了婚了 那就干脆点 把房子卖了 钱分了 从此以后 那是各不相欠哪 是我妈让你来的吧 你爸也是这么想的 再说了 他们家那大嫂 不是天天盯着你这房子吗 这算什么事啊 行了 这房子的投期款里 不也有人家那一份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这人吧 我就知道你这心肠太软了 竟被人当软柿子捏了 你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跟你说呀 你爸为了你这事 是天天晚上睡不好的 你妈为了这事 那也揪着心呢 她们都担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天天想着过去的事 还被那大嫂给欺负了 你说你就那么忍心让她们俩这么不踏实呀 你该不会是 还舍不得那个陈世美吧 你们说的都对 是应该有个了断了 哎呦 这就对了嘛 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 请姐姐吃饭呀 请姐姐吃饭需要理由吗 嗯 你家里最近怎么样了 你是想问妈最近怎么样了 妈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刀子嘴豆腐心 她虽然嘴上不说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 她其实挺想你的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哎 哎 过去这儿再说吧 我们俩 脾气一样一句 行了别说我了 说说你 最近怎么样 就那样呗 哪样啊 哎 那个汪野 是不是对你挺有意思的 啊 啊 啊 姐 那个啊 我最近遇到姜涛了 你记得那个人吗 记得啊 那个做珠宝生意的 啊 啊 你觉得她人怎么样 是不是比汪野更适合我 哎 姐 你对我有经验 跟我说说给你 我有什么经验 我只有教训 姐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先找工作 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怎么样 行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让过去那些不愉快都过去吧 我相信你 一定幸福 嗯 你 你 哎呀 你看这个女王啊 这么多宝啊 这个宝不错 够大 好 莎莎 待会儿阿姨亲自下厨 给你做几道好菜 想吃什么 随便 随便 那也叫随便的菜啊 要不这样吧 来一个红烧鱼块 和西红柿炒蛋 再来点蔬菜怎么样 这 嫂子 莎莎 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拿刚才去买菜了 拿看这个包挺大的 能放不少东西 哎 什么 你拿这个包去买菜 哎哟 怎么那么小气 你鬼子里有那么多包 也不在乎这一特 你知道这包多少钱吗 有钱人就是欠欠欠的 这个包两百块钱撑死了吧 哎 拿看菜市场门口摆地摊的 又长得跟这差不多的 总要五十块钱 颜色比你这还好看啊你 行了 总之以后 别拿我柜子里的包 去买菜 好吗 嗯 这是怎么啦 不就是一个包啊 莎莎你说 他怎么这么小气 回来了 嗯 弟妹生气了呀 仙岚拿她的包去买菜了 你怎么拿她包去买菜呢 燕姐 回来了 快记起手吧 马上开饭了 真没想到 你还有两下子 就偶尔下个厨 也不知道这味道怎么样 来 莹姐 快尝尝 看看好不好喝 我尝尝 味挺好的 真不错 不错 整专业水平 莎莎 吃饭了 你们先吃吧 一会儿我自己吃 是 莎莎 汤还是得趁热喝 莎莎 快喝 挺好喝的 鸡精 全都是鸡精的味道 我妈原来做菜 根本不搁这些 都是原汁原味的 莎莎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孟茜阿姨一下班 就回来给你做饭 你不说声谢谢 还挑三拣四吧 我这是实话实说 连你都说了 蠢专业水平 你原来夸我妈做的菜 可是大师级专业水平 这 这不是自投苦吃啊 这 我说过莎莎 小孩子不懂事 你没往心里去 他那不是不懂事 是因为太懂事了 你要他接受你 得需要时间吧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我 你说你跟个孩子 致什么气啊 我哪是致气了 英杰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 他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不行 这他怎么能接受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 他都能接受 你们两个分居的事实 为什么要接受不了 你们离婚的事实呢 这不一样 怎么又不一样了呢 难道你还想给他希望吗 莎莎毕竟是个孩子 她怎么承受得了这种打击 你别看她平时说话做事 跟个小大人似的 可她内心毕竟是个孩子 我已经亏欠她很多了 我不能让她再受到伤害了 孟茜 这需要时间 时间久了 你们有了感情 咱们再告诉她行吗 莎莎 你坐下 我有事跟你说 你爸爸和你妈妈 不仅仅仅是分居 他们俩在一年前 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你应该清楚 他们不再是夫妻了 而且他们也不可能 再在一起生活了 你爸爸已经答应跟我结婚 要不然你和她 也不可能住到我这里来 你们俩聊什么呢 爸 你到底何没和我妈离婚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直瞒着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去哪儿 我找我妈去 你个子 老爷 喂 喂 妈妈 莎莎 你先别哭别哭 好好跟妈妈说 莎莎 先别哭 别哭 孩子 听妈妈说 妈妈马上就出来 听话啊 你跟莎莎说什么了 我们俩在一起 她是看在眼里的 再说了 她又不是什么事 都不懂她小孩子了 她就是个小孩 咱不能伤害她 咱们能不自欺欺人了吗 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我们应该让莎莎明白的 你为什么跟她说之前 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我怎么没跟你打招呼啊 之前暗示过你的 可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咱们俩现在都住在一起了 莎莎也搬进来了 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就应该告诉她真相 她平时对我这不满意 那不满意的 我也很累 我受不了了 孟倩 这一切都是咱们自找的 咱谁也怨不着 只能自己接受知道吗 莎莎 莎莎 我跟你爸爸已经不适合在一块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孟倩阿姨对你好吗 他对我再好我也不愿意 当时可是你自己选择的 要选择和他们在一块生活啊 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在一起 我想让爸爸和我们在一起 妈 妈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啊 莎莎 不要生妈妈的气 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我不要妈妈离开我 爸爸打的 爸爸打的 那你快接 要不你爸爸该着急了 喂 爸 我和妈妈在一起呢 你不用担心 走吧 咱们回家 莎莎跟白丽在一块呢 哎哟 吓死我了 还好 没什么事 这要真有什么事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态度也不好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其实 我就是想让莎莎 能够尽快地接受我 我是真的想对她好 可是 有的时候吧 莎莎说的一些话 比较挤对我 我心里会有点委屈 毕竟 我是个女人 我也会有脆弱撑不住的时候 泡个脚能睡个好觉 不做梦睡得香 那妈妈睡得香吗 害怕吗 妈妈 妈妈会想爸爸吗 会啊 会想我吗 当然会啊 那妈妈想我们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呀 嗯 会很开心 有时候 我也会很难过 有时候我也会很难过 妈妈不跟爸爸离婚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莎莎 能不能不问这么多 来 来 来 吃慢点儿 别噎着了 猴急的 真好吃 好久没吃这些东西了 那你每天早上都吃什么呀 香肠 面包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吧 莎莎 以后你想吃什么 就跟妈妈说 妈妈给你做 好 喂 是巴黎吗 是我 你已经被我们餐厅录取了 是吗 愿意要我了 是的 太好了 谢谢您啊 谢谢 不客气 好好 再见 谁打的呀 莎莎 妈妈找到工作了 太棒了 祝贺我吧 您的菜 好 谢谢 您好 您需要什么 我想点一份菲力牛排 气氛熟了就可以了 好 稍等 赵好台加了一杯果汁 白莉啊 我看你还是蛮有经验的 你以前是不是在酒店干过 没有 就是对顾客用心一点 咱们都去过酒店餐厅 什么样的服务员最受欢迎 还是知道的 对对对对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好好看 我看好你哦 谢谢经理 天哪 怎么了 全都打湿了 是果汁弄散了吧 对啊 别着急 小姐 您先请坐 这样 您把维巾交给我 我帮您洗 真的吗 我有办法 你放心 洗了之后保证看不出来 好吗 好吗 那麻烦你了呀 没事 没事 你们稍等一下 白莉啊 行不行 能不能洗干净 没问题 您放心吧 太好了 我真是越来越看好你了 好好看 别人 人名是人名 人名是人名 走 人名是人民 人名是人名 什么名是人 陈老师 吓我一跳你 还吓我一跳呢 怎么了这是啊 两眼发直 神不守舍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在想台词 想台词 小王 我跟你说啊 这个台词那不是想出来的 那是要练出来的 知道吗 而且还要把声音要放出来 你这样 现在这儿没什么人 你把声音放出来 咱们来一遍 我听听感觉 顺便纠正一下你的发音 好吧 十九年来 大人苦心经营 满朝大臣皆是您的党羽 国君身边几乎没有自己 你不是 立行听听 你练了还是没练啊 我练了 我 我 我真练了 要不你再往下听听 你接着来 你们狼狈为奸 鱼肉百姓 科捐杂碎 有如洪水闻寿 经过内忧外患 明不聊生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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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你的南方口音太重了 你现在是前鼻音后鼻音 你分不清楚啊 一定要下功夫 要有毅力 最主要的是不能招三目四 你看啊 今天你想当导演 明天呢你又想当编剧 演员风光了 你又想当演员 你现在 这点台词基础都没有 你怎么演戏啊 你还想一夜成名啊 不可能 陈老师 请您相信我 台词这关 我一定会闯过去的 干嘛要闯过去啊 木槿 黄老板 我觉得挺好的 有特点 有个性 我一听汪野的声音 我就能记住 我喜欢就有人喜欢 汪野 别听他的 听我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走 我带你吃宵夜去 恭喜你了 下个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走 汪野 你该回来了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在等你的 等我 你应该知道呀 我爸没跟你说吗 我今天有约会 他跟我说了 但是我想 你总归要回来的 所以就在这儿等你了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非要等到这么晚 当然有很重要的事情了 我们进屋说吧 外面太冷了 好 告诉你一件好事 我遇到了一贵人 莫老板 人家就叫他莫姐 是文化产业的投资人 那怎么了 他看了我的故事简介 说很感人 看了故事简介 就说感人 这你也信 他说还要再仔细看看 让我再修改修改 人家夸你几句 你就晕了 你也太容易相信人了 你听我说 看莫姐这个热情迫弃的镜头 这次投资肯定有希望 大愿你成功吧 太晚了 你快回去吧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对这件事情 一点兴趣都没有我 我累了 我想要休息了 好吧 那你早点休息吧 什么事儿 今天我生日啊 你忘了啊 没变了 就想咱们一家三口 开开心心地过一天 好 发玩具喽 我是喜羊羊 你是喜羊羊 你是灰太郎 我是灰太郎 小姑是美羊羊 为什么小姑就是美羊羊呢 因为小姑长得漂亮 就像美羊羊 谢谢 美羊羊不光漂亮 还得善良 对不对 灰太郎爸爸 我想滑冰车 好 滑冰去 走 走 你好 老师你好 彤彤被接走了呀 接走了 谁接走的 彤彤彤的姑姑 什么时候被接走的 走了有一会儿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老师 不客气 那我先回去来 再见 许晓骅 说得多待的应用度 但是无法接通 只需稍或感觉 今晚太多刘卫 我会否则 准备手 语祥不好了 可能被亚人接走了 来来来 转啊 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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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稍微慢点 别急 童童今天开心吗 开心 哼 美洋洋呢 灰塘狼爸爸 你开不开心 我呀 童童猜 开心 嗯 猜对了 开心 怎么样 还没人接 打了好几个人 饿了都无法接通 行 你先别着急 这样吧 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问一下李阿姨 看看这俩文有没有把童童带回家去 我哪儿 快走 我们把童童你带住了 你但是可以把童童交租了 我还不连一下 就把童童搀了 开心 没事 来 彤彤 包包 包进来了 来 拿着 出包 帮你 彤彤 妈妈 彤彤 彤彤今天特别开心 对吗 开心 立军 我请你懂得尊重 白铃和我对孩子的感情 我不想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请你不要随随便便不打招呼 就把通路接走 我知道 我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我 雅雯呢 她今天有事 先走了 妈妈 我饿了 走 咱们回家吃饭 彤彤 今天谁去接的你啊 小姑和灰太狼爸爸 彤彤 那这灰太狼爸爸 和小姑 他们是一块去接你的 是啊 哦 后来你们又去哪儿玩儿了 哦 后来你们又去哪儿玩儿了 我们去滑冰场了 灰太狼爸爸带我去滑冰车了 可好玩儿了 你看 雅雯 听彤彤说 是你和林迅洋一起接他 对 他跟易洋在谈租借公司场地的事情 我们就一起吃了饭 吃完饭 他突然说 要带童童出去玩 那我们就一起接了她 您把孩子接走 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你这让白玲多着急啊 对不起 我是童童的姑姑 我不会把她弄丢的 妈妈 我还要吃 你还打电话来干嘛呀 你还见不够乱吗 看你紧张的 我就想告诉你 我玩得很开心 你呢 我很难回答你 不开心吗 我只希望 你以后不要再搞这种游戏了 你搞得我很紧张 你知道吗 那好 那咱下回换一个游戏 雅文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们屋的热水管坏了 给你来用一下 用吧 咱们家 咱们家这三朵金花啊 就数你命最好了 看来那个江涛 对不起啊 那你是真不错 你真觉得我命最好呀 那当然了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安 这是怎么了 前两天还信心满满的 怎么这两天又动摇了 我承认 我之前确实熏而心挺强的 就喜欢些表面的东西 可我现在发现 这东西挺害人的 江涛能在物质上满足我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有种距离感 我问你啊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开心吗 我也不清楚 我就是觉得有点拘谨 哎呦喂 那这种事儿 你可得想清楚了 别到时候自己后悔 烦死我了 你说我们俩多久 没有单独出来了 你说这话好像是在埋怨谁 莎莎跟白丽在一起 倒给我们俩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你好 请进 咱们好久都没来这家餐厅了 要不 待会儿咱们要瓶红葡萄酒吧 白丽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两位想吃点什么 我们这儿的特色是 老虎虾沙腊和白葡萄酒海红 你们这儿怎么全都是海鲜啊 你们这儿怎么全都是海鲜啊 英杰 这两天你的肠胃不太舒服 海鲜就别吃了 我来帮你点吧 要一份这个素的沙拉 再来两个蘑菇菌意大利面 再来两个蘑菇汤 好 英杰 英杰 够了吧 哦 对了 再来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红葡萄酒 好 谢谢 二位请稍等 我叫做洗手间 来 我去要洗手间 好久不见 你现在在这儿工作 是啊 累不累 还好吧 白丽 对不起 我在工作 早饭来了 这是你的 爱吃淡面 这是你的 爱吃爽面 嫂子真细心 谢谢啊 这不应该的吗 慢慢吃啊 嗯 你今天不是要去做产典吗 是啊 怎么了 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了 我得陪你去啊 不用了 你今天不是约了客户 谈合约的事吗 要迟到了 那我赶快再走 那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嗯 来 来 把这个带上 在路上吃 好好好 我先走了啊 嗯 别迟到啊 看着你们俩这么恩爱啊 走跟那刚搞对象的 小年轻似的 嘿嘿嘿 小妹啊 你是不知道 她跟你在一起啊 那可是比以前轻松多了 以前在白家 也不知道给她受了多少委屈 她那眉头整天都是皱着的 总好像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 嗯 这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舒服 对了 对了 小妹 嗯 有个事 那想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啊 你说吧 就是我上班那个洗衣店啊 那老板想回老家了呀 她呢 就想把那店便宜点得盘出去 我就想我 你想要多少钱 不多 有十万块都够了 好 下午我就提给你 太好了 你放心 只要男赚到钱了 马上就还给你 不急 慢慢来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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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办 我来 你怎么办 喂 宁洁 你怎么了 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啊 没事 就是有些不太舒服 严重吗 要不明天一早我回来 不用 不用 没什么大事 你明天一早还得开会呢 那你自己注意点 嗯 放心吧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 你也早点休息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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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怎么了